明天宇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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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菩薩 大家知晓 今天要接续昨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来继续昨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来继续昨天的内容 生作演法 是第二个大阶段 第二个主要的结构 然后是整个余且演口 最主要的重点 主轴 在这个主轴里面 它分成十个部分 我们讲到 昨天讲到的 第二个部分 生作演法 是整个余且演口法会的主轴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可以分成十个部分 昨天我们讲到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就是入定结界沙境 所以才会讲到 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入定结界沙境 所以因为这样才会讲到 观世音菩萨 法师从入定结界沙境 因此 昌念准提咒 然后五方佛结界 再来就是请观世音菩萨 以他的大悲水 沙境谈茶 那就是清念准提咒 然后请五方佛结界 最后就是请观世音菩萨 是沙境的 五方佛结界布魔 然后 因为要开始整个佛事 所以要把法师呢 要透过十度真言 来把他的十个手指头 做一种 度众生的一种代表 那就是五方佛结界布魔之后呢 那就是要请观世音菩萨 那法师要以他的十只手指呢 是要来 作为代表的 所以就要加持 所以用十度真言 代表 法师的十个手指 是十度波罗蜜 就是所谓的十波罗蜜 所以用十度真言 来作为代表 所以法师的十只手指头呢 就变成是十波罗蜜了 平常各位最常听的六度 布施慈戒人禄 精进禅定波瑞 再加上什么 那平时大家听的布施慈戒 除了忍辱精进禅定波瑞之外 还要再加哪四样 方便 力 智 还有呢 方便 力 智 圆 透过这整个十度真言的这个唱念 然后法师以他的两手 运转这个莲花印来加持 希望透过奏力的功能 能够成为他的手能够成为清净手 来做这场佛事 所以呢 法师就会结莲花的手印 就希望他的手是成为清净手 来到进行这场佛事 各位如果今天我们说佛性平等的话 法师的手和各位的手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 今天如果我们说佛性平等的话 那法师的手和各位的手有什么不同呢 意思就是 你的手也可以成为清净的手 意思也就是你们的手也可以成为清净的手 整个接下来从十度真言再进入到的观音禅定印 就是要入观音定成为观音 由十度真言接着下来就是观音禅定印 那就是入定成为观音 那请观音禅呢 就是请观音出定 然后来加持清净中的这个净水 让这个净水成为甘露八公德水 来洒进坛场 那接着呢就是请观音出定 那跟着就是请他加持我们的这个净净水 成为八公德水 那这个甘露法水才可以清净坛场 我想我们在以整个大悲咒水 大悲水在加持坛场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所有的各位能够明白一个道理 观音菩萨的大悲咒水 它不是只是洒外在的坛场而已 在持诵大悲咒的时候 你也要去观想 观心菩萨的大悲甘露法水 它同时也洗涤你内心的烦恼 无名过爱 所有的疑惑 以及悔恨 那所以也都再一次提醒大家 观世音菩萨大悲咒水 不单止是灑净我们外在的这个坛场 大家也都要在那个时候 同时要观想 那么这个大悲法水 也都是灑净了我们的身心 念咒雨和大悲咒 就是灑净的时候 它就开始观想 那如果各位 我们大家是共同成就一件佛事的话 在这个时候 你不要打妄想 你也要跟主法 做同样的一种观想 主法的力量比较强 它观想的是整体的 而你的部分呢 我想要求不多 你至少呢 把你自身照顾好就可以了 所以呢各位 我们是共同成就这个法会的话呢 主法在这个时候 灑净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打妄想了 也都是要一起去观想的 那主法呢 它是观想的力量比较强些 它就是观想全场的 而大家各位呢 要求就是至少你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 从这一点如果要延伸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面对生命 我们真的不用想太多 说我要如何如何 然后又加上自己呢 想太多 然后做不到的时候 起了烦恼 事实上 你可能造成家人的困扰 你都不知道的 所以由这里延伸出来呢 我们要知道 平时我们面对生命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的 因为呢 有时候呢 尤其是想太多以后 做不到的时候 不只是自己生气烦恼 有时候是令家人造成了困扰 自己都不知道 你只要随顺因缘就好了吗 只要随顺因缘这样就好了 就像 你明白每一段的遗文意涵 它另外的一种角度 那你不会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畅念 你就懂得怎么去运用呢 就好像每一段的疑文 只要你明白了它的意思 就不是停留在字面的意思呢 你自然了解了 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它的意义呢 自然就明白的了 就像现在讲到 观世音菩萨的净水 除了坛场的清净之外 你的内心 所有的悔恨 疑惑 烦恼 怨解 也随着大悲肉水的加持 清净了 那也表示 你 之后 又是一个 新的开始 就好像观世音菩萨的净水 它不单止洁净我的坛场 而是将内心的那些烦恼 疑惑 悔恨等等的 是洗淨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日后 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清楚明白 你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是一个清净的人 因此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同时也告诉自己 我要发愿 所谓的发愿是 我有一个很清楚明白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愿意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走 那 在这个过程当中 总是会出现一些 不同的 不管是顺的或者是腻的 一些人事物 那你要清楚明白 我要的那个方向在那里的话 我就要很勇敢的往前跨境 所以各位就会明白了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全新清净的新的开始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更加努力 那就是要立心要去发愿 那发愿是怎样呢 就是我要定定一个清楚明白的目标 而且也知道 日后无论 我们遇到的境界 是顺定是愿意的 我们都是要勇往直前 一路就是向着我们发愿的这个清净的这个目标 向前进 所以我只是略提一二 包括说大悲咒之后呢 它还根据持进法界真言 还有点进真言 它不是只是一个咒语就要去实施 它是相关的这些配套的咒语 它一起加强进来的 其实只是略提一二 其实因为呢 后面还有一连串的 譬如说是正法界真言 是点净真言 它其实有很多相关配套的咒语 在一起的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一般我们撒净就是大悲咒 哪里还有进法界真言 还有点进真言这些 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呢 平时我们撒净大悲咒就行 为什么又多了一些正法界真言 点净真言这些呢 其实我要简单说就是一种加强 一种坚固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加强和坚固的作用 那我们也要随着咒语的这种力量 然后自己要清楚明白 我们要坚固 所以我们也都要随顺这个咒语的力量 自己要很清楚明白 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坚固 在撒净过后 接下来呢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格条件 开始下一个阶段的仪式 撒净完之后 我们自然就由这个资格条件 开始下一段的仪式了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 请圣归一说法 第三个阶段就是 请圣归一说法 在撒净过后 主法和尚 他以金刚上司的身份 来请圣归一说法 所以在撒净之后 主法和尚就以金刚上司的身份 来请圣归一说法 所以和尚他会以这个真言 捏这个米三次 他会加持这个花米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花米 你们知道吗 这个花米 花瓣小小的 米也是小小的 这样子的一种加持 然后它 它会撒三次 我们这一碟呢 那个花呢 花瓣是小小片的 米粒也是小小的 那就是呢 会撒三次 当然小的一个意涵 各位不要觉得小没有什么 而是当然就像 就这个现象上来讲 这个小小的东西撒出去 它那种感觉是很什么 就是一种片满 那乃至于花米呢 它的代表意涵是 透过咒语加持花米 我们不是有加持花米 这一言吗 有没有 那这个花米 仰仗 咒语的这种 功德力 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美丽 花米 大多变成一种光明种 光明的种子 那大家不要在时尚上 就嫌弃 那些都很小 那其实这样撒出去呢 这个感觉就是 片满的 那另外呢 就是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还有加持花米的真言 那我们就观想 这些花米都撒出去的时候 每一片花范 每一粒米 都是一个光明种子 这一个光明种呢 它不是只是出现光明而已 所谓的光明种 种子 它能够出生 变现各种不同的 你要什么有什么 你想要金 银 碧玉 乃至于珍宝 然后 从这张中的这个花明 它都能够无限的 这个变现出来 而且它是片满空界 虚空界 你怎么样子 它都不会穷尽的 那大家要知道 这个光明种 不仅只是会发光 那么简单 因为它是种 所以呢 它是能够变现的 那也就是说 随顺我们想要的 是金银 财宝等等的 那只要观想呢 它是 是片虚空 它是变幻无穷 不会有短缺的 加持花米 过后呢 接下来 它针对它今天整个仪式 所用到的这些法器 继续加持 所以 仪式呢 仪式又进入到了 加持凌厨真言 透过 奥阿红 来加持 这个 这个 灵厨 那在加持了花米之后呢 接着下来 又会加持其他的法器 来到是以便法会继续进行 接着下去就是 加持那个灵厨的真言 所以各位 当我们在送念 奥阿红阿红 这三次的时候呢 这个 加持的 这个花米 在组法 以金刚上师来讲 它会做一个 撒三次 让整个 咒力 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加持 能够更加的坚固 更加的 广大 所以到时 在念诵这个 咒语三次的时候呢 主法华尚就会 以金刚上师的身份 又会撒三次 那就是令到呢 我们这个 是更加坚固 和有力量 那在 这个 金刚领土加持之后 我们呢 接下来就 唱念 正灵祭 然后 礼请十方的 这些 朱圣贤 共同来参与 杜众的工作 那接着我就会念这个 震灵祭 然后就是 礼请十方的圣言 来到 共同来到参与我们 这个 杜众的工作 在整个 礼请十方圣贤的 这一段的 这个唱诵里 我们不是也有 唱到这个 群雏战吗 我们不是也有唱到 右手指指什么 然后什么 金刚相摸除 有没有 接着下来 我们是会唱到 群雏战 那就是说 有由手执持 什么 韩服什么 威士利重 八万四千斤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 金刚上师 他的这个领土 就会在整个 整个空中 做一个什么 就是 降魔这些什么 这些 天魔啊 妖怪啊 王粮啊 在这一段 金刚上师 他的灵柱 就会是 在整个空中 就降伏这些妖魔鬼怪 我还是要说 他真的是在降魔这些 长得很难看的妖魔鬼怪 还要再提一句 他是不是真的去降伏那些 生得好欲酸 好得人害怕的妖魔鬼怪呢 我只能够说不止啊 只能够说不静止感的 为什么 因为磨它不一定是什么 只是外在的 其实内心的心磨 这个更是重要 其实因为磨是 不只是外在的 内心的心磨更加重要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 疑心生暗鬼吗 我们不是有一个俗语 疑生生暗鬼 哪里没鬼 所以 有哪里没鬼啊 然后 这一段很奇妙的是 他不是讲到想我这些而已 他还把我们引导了 唱念到十二音圆奏 而这一段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不仅只是航魔 还会引导我们呢 是念那个十二音圆奏 你们在唱念十二音圆奏的时候 我相信大部分 你们都是停留在这一段 哇唱得很好听啊 然后大家唱到很开心啊 你并没有好好地去思考 十二音圆法的道理 唱到这一段那里呢 大家可能就是停留想 哎呀这段好好听啊 唱得很开心啊 大部分人未必醒得起 要去思考它的内容 这个十二音圆奏 它是提醒我们 我们要去观察 这世间的这一切 十二音圆 十二音圆是有十二支的 十二音圆 就其实是提醒我们 要去观察 世间上的圆法 十二音圆 其实就是十二支 不明 行 色 明色 六路 促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無明 行 色 明色 六入 色 受 愛 取 有 生 老死 我们知道十二音圆 它是 流转 环灭的 我们要知道 十二音圆 是流转 緩 还灭的 污名可以生什么 行 色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生下去 但是你要灭除的话也可以啊 你倒着回来的话 就可以灭掉了不是嘛 因为呢 无明就是圆行 行圆色 圆明色 这样逐环扣下去的 如果你要灭它的话呢 其实都可以的 又是调回 将个次序调回转头 逐个灭回它就可以了 不明如果灭了 什么就会灭 行就灭了嘛 总之呢 在这个时候呢 透过对世间万物的 这些十二音圆的一种流转 然后能够进入到 譬如法界观 因为我们观赏这个十二音圆呢 就能够进入 譬如法界观 简单讲就是说 让我们明白 我们所看的这一切 它都是因缘而有的 就是令到我们明白 我们所眼见到的一切 都是因缘而有的 我们现在这场 眼口仪式也是因为 依因缘而有的吗 我们现在这场 所以因为依因缘法而生 所以它的体是空性的 因为是依因缘法而生 所以它的体是空性的 你想嘛 如果不是空性的话 主法和尚 他怎么能够融入空性 成为金刚上司呢 大家要想一下 如果不是有空性的话 主法和尚 怎样去融入空性 而成为金刚上司呢 他怎么能够 来主持 来透过持咒演法 来施食 然后来操见亡灵呢 他又怎样能够是透过 这样来到施食 施食和超战亡灵呢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啊 所以 心事的引导 这个观想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深色的引导 和观想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 你就不要面对生命太计较 你好好地把这个因缘看清楚 然后呢提醒自己全力以赴了就好了 明白了这一点 就对生命就不要太计较 明白了因缘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常说的 凡事要认真 但不当真 就是经常说的 凡事要认真 但是不要当真 你面对 眼前的事物 你就是好好认真的去做 但是当你认真 全力以赴之后 你就不要当真 面对着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认真全力以赴地做 做完之后呢 就不要再当真了 因为已经过了 你还要去当真的话 那你一定苦的 因为既然已经过了 你还去当真的话呢 你就会苦的了 因为世间所有的一切 都不会是 如你所期待的那样子去走的 因为世间所有的一切 都不会是完全 如你所期待的 这样去运行的 所以当你对家人付出很多 或者是你为某人付出很多 你千万不要去期待 他对你 要有什么样子的回馈 所以如果对家人 或者对某个人 是付出了很多呢 千万不要期待 他亦都会相对地回馈给你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尽自己的力量 全力以赴 完成之后 你无愧于自己的心就好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尽自己的力量 全力以赴 那无愧于心就好了 那接下来仪式的这一个部分呢 金刚上师他结上师三宝印 他持上师三宝真言 带领法界所有的一切友情 从现在开始 乃至于到 还没有证得菩提的这段时间 我们事愿归依上师三宝的这种心呢 是坚定的 所以叫做金刚上师三宝 归依所谓的三宝 我感觉 我感觉 其实大家只是知道 归依佛 归法 归生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已 但是 而且呢 对于归依来说 相信大家的认知就是 归依法 归依法 归依真 那事实上 他还有更 更加平易近人的理解 甚至于更实物的 更有内在的一种理解 其实他还有一种更加平易近人 更加务实 更加有内在的一种理解的方法 但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能够在严口法会里面跟大家说明 但是时间关系 不能够在严口法会里面跟大家详细说明 你们想听的话 可以报名 伊丽莎白体育馆的三规五戒 大家想听的就去报名 伊丽莎白体育馆的那一场三规五戒 你不要觉得我已经受戒过了 我不用了 千万不要觉得我已经受过戒 我不用了 你要知道 受过戒之后 如果再复戒的话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不知道 受过戒之后 如果再复戒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你再次受戒这个叫做富戒 那富戒其实叫做争议戒 再次受戒之后 已经受过戒 再次受戒叫覆戒 覆戒呢 其实就是争议戒 增加利益的这个戒 争议戒 就是增加利益的戒 但有的人为了要写得比较快一点 就写增一戒 那有些人要写快速一点 就写了增一戒 其实富戒的这个意思就是 在你受戒过后 你可能因为有时候 没有办法把它吃得很圆满 所以你透过富戒 让自己呢 再一次地去 复习你所受的戒法 乃至于 再给自己有更 更更什么 更增上的力量 把那个戒吃得更圆满 那有时呢 我们受了戒之后 可能不是持戒 未能够做到很圆满 所以再次受福戒呢 就是 重温我们受戒的这些内容 甚至乎就是能够令我们 持戒持得更加圆满 那回到余师这里 我们讲到 主法呢 他正灵畅诵禁地祭 他这个意涵就是 把原本很污秽的 杂乱的这些 我们娑婆世间的这些 土石啊 高山啊 华丽啊 这些 把这些不平不静的 娑婆世界的这些现象 变成 种种七宝所成的 这个流离地 那接着下来 主法和尚种的就是 静地咒 那就是说 是将那个 我们娑婆世界 本来是不干净的 好杂乱的 这些土地啊 泥石啊 高山啊这些呢 就通通 经过加持 变成七宝流离地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种变现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透过 禁地祭 让三宝以及佛菩萨 乃至于本尊的圣观音 能够安住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 他们能够去用无量的光明来骗照一切 为什么我们要用静地计来作这个变现呢 就是要令到 诸佛菩萨 所以 被苦火所逼老的这些诸众生 能为 能因为圣观音的这种悲衰 而得到清凉寂静 更能够把他内在的这种隐 我们说呢 隐藏在里面的这个自信 能够得到一种安乐的这种快 这种所谓的这种兴趣 甚至乎是将内在的这个自信 得到安乐的兴趣 在这段的仪文 他最后是用音乐奏 用那种自信的音乐来供养自信 以及供养十方三宝 这一段的最后就是用音乐奏 用音乐来供养自信 以及十方三宝 此后法师就针对诗诗缘启文来开示 讲到欧南在林间席定的这个情况 接着来 金庄上司就会以这个诗诗的缘起 就是柯兰尊者在临间集中的这个故事缘起来讲说明 在诗诗缘启文之后呢 紧接着就是诗诗缘起祭 然后接下来我们法师们呢 支起手奴 然后供应欧南陀尊者呢 来到坛场 辛全起降 那在诗诗缘起文之后 就是诗诗缘起继语 那接着法师呢 就会是拿起这个手奴 就是供请欧南陀尊者来到我们这个坛场 这样是平行兴教 那在供应欧南陀尊者到了之后 就读诗三宝文 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明白 这个三宝的功德 在供应了欧南陀尊者来到我们坛场之后呢 就是要读三宝文 来到知道三宝的功德 那因为三宝的功德很难把它叙说很难去称赞表扬 因此用自信信礼来表达对三宝的赞扬 那因为三宝的功德 我们很难去计量的 所以就是用自信信礼来表达这个清阳赞叹 所以在这段的结构里面 我们最后就是唱 自信信信礼 透过这个三宝心站 来完成整个寝圣归一说法的这个仪文 那所以我们最后会唱自信信礼 那就是以这个三自信站来到结束我们这个阶段 那第四段是降魔观空献共 第四段就是降魔观空献共 你们想听的话明天再继续 想听的明天再继续 好 那我们开始准备今天的余切眼口法会 请慢慢站起来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农历七月七日啊 所以我要祝各位情人节快乐 但我要说的 情人节快乐 不是你有没有情人 而是你要做一个有情人 我常觉得师父常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所以其实今天这样子的一种中国人的一种节日 倒也给我们有一种醒思就是 我们不是在于人家说的有情人而快乐的 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因此我能够过得很快乐 今天这个节日适合大家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在这里经过五个多小时漫长的 这个法会 然后不断的集中众人的这个力量 要拔记鬼道众生的痛苦 甚至于当你在做利他的当下 其实也是在利益自己 所以我要祝福在座的各位有情人 你们都能够呢 透过法会的整个的一个修持 大家都能够得到佛陀的庇佑 所以我要祈愿佛陀的光明 加持在座各位有情人 以及您的亲朋好友 都能够身体健康 少凡少恼 具足善音善缘 成就福慧圆满 而各位所操见的过往亲人 历代祖先 能够蒙弥陀佛光明加持 往生西方净土 联灯上品 祝福各位 祝福各位